网红店关掉了 你看 这个螃蟹14块9毛9 现在 价钱都涨上天了 这个餐馆的门口还是 疫情的标志 很多很多 这个 就是外送公司 熊猫外卖 为饭团外卖 获益多大 都是靠 外卖怎么呢 没吃的部分 没吃不下去 关掉了 你看 好惨 这还是 这些menu 还是去年的特价补餐 现在价钱都涨起来了 大露蟹 鱼港风味 都待不住了 里面都已经搬空了 太可惜了 我们看一下前面 这是一个森荣行 也搬了 都搬空了 这以前应该是非常红火的 一个店 华人最喜欢圣荣行 里面都空空荡荡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些商业地产 太惨了 以前这条街都是非常火爆的 也是婚杀一条街 有人关门 有人开门 就这样 这里有新开一家店 但是看里面客人不多 可以躺食 都是空空的 主要是靠外卖 怎么能维持的下去 看看前面 这应该是一个酒吧 这一家店也关掉了 这一家店也关掉了 大的亏损很大 都放起来了 你看 从里面的装修 可以看出来 以前的那种辉煌 但现在都能去楼空 好 我们到餐馆这边 这是我们后面 从停车场进来 就可以从后门可以进 后面有100多个停车位 一进来你看 就是一个长廊 因为现在休业 很多的你看碗盆子都摆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渠房吧 太可惜了 对 我们从后厨开始了 你看 整个的沟碗瓢盆 渠具 渠房的设施都还在 哇 这么大一个热水楼 对 这个地方应该是员工用的洗手间 这是电闸 OK 所以配电呢 也都设定都好 这应该是它的大的冰柜 你看 你看 冷藏库 所以很多的东西可以放到这个地方来存货 现在没有开电 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味道 这应该是自冰机了 整个这一边 哇 你看 沟碗瓢盆 这是洗碗区 这是洗碗区 太可惜了 嗯 这就是主厨的地方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八个炉头 差不多要四个师傅到这边 还有两个大汤锅 这一般厨师 跟切菜园啊 炒码园啊 都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切菜 整个的消防的设施全部都做好 抽烟吸烟 这些这些都不错 这应该也是蒸锅了 你看 这是蒸笼 非常好的一个渠房 哎呀 由于雨情的影响 再让这个屋主也省事比较大 看看 就是有缘人 可以把它承租下来 或者买下来继续 发费它的功能 这是大厅 非常好 这应该是苏宁台 我数了一下四八十二十六张台 在大厅里面 都是大圆桌 那个灯 我们把包厢灯打开看 这几个你看这是我们第四个包厢 每一个包厢都有卡拉OK 整个消防安保系统都是在的 那都不错 你看 BMB的音响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等待区域 可以从这边进来 我们外面有个警车 刚刚我们从这个网红店里面出来 整个店呢 他们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装修了近八十多万 然后云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关掉了 云业一年的时间 从整个的周金 包括它每个月的就是云运的成本 包括人的工资啊 包括Vitaviches 进货的渠道 水电 每次加起来要八万美金 它这个店才能维持一个平衡 但是八万美金你要炒多少菜 你要订多少的卖单 你才能够维持到八万美金 没有办法赚钱的 所以老板跟我说 上一个他的周客啊 已经走掉了 没有付任何的房租 也没有办法取他的押金 为什么呢 亏了差不多一百五十万 太凄惨了 所以这一两个星期啊 我也跟我的团队一直在洛杉矶这边呢 再找一些就是商业地产的项目 就是说近段时间也有一些大的公司 从旧金山从纽约到洛杉矶来 他们在找一些大的warehouse 大的办公大楼 他们在买 我今天看了以后 不到一百米 差不多四家店在倒闭 在招租 行情真的不是很好 那么现在又是淡季 我们华人虽然说在 Sengibo股这边呢 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六的余据率 所以就是说整个亚裔啊 能够达到百分六十多 我们华人有百分之四十多的 整个市的人口 但是大家你看看 都是外卖 不去堂吃 这些店就没有办法了 只有关门了 维持不下去 对 虽然说 我也听说很多的朋友 从外租到洛杉矶来买 这些大的warehouse 我知道他们是 想捡便宜 想抄底 想捡路 但是又有几家能够成功呢 大部分的店还是周不去去 云云不好 只有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可能呢 我们现在还不是抄底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抄底的时候 我想下一期 我把整个 我们华人区 Sengibo Valley这边的行情 这个小店啊 这个十几店 摸清楚了以后呢 我再跟大家来分享 同时呢 我也请在洛杉矶啊 你们在投资房地产 管理房地产 以及拍卖房地产上面 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士 也跟我联系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的就是成功 或者是失败的经验 让更多的华人朋友呢 学到里面我们的经历 让他们少数一些损失 让大家都能够赚到钱 同时也请你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作为新一名在美国买房 卖房 投资房地产 我们安家乐业的精彩的故事 谢谢你 我们感恩生活 也希望这个疫情早日过去 让我们整个的上业地产的价钱 恢复起来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